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签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时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增恨 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付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财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应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 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有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四七七人 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任命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B3 TRE ASR UA ZFDAO 3 B3 TRE ASR UA ZFDAO B3 TRE ASR UA ZFDAO 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DAO? 第二章 蛇魔士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第三章 何谓三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四章 为什么赢保药力? Chapter 5 Why should I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DAO? 第五章 为什么药力求到? 愿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 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D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d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D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D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让我衷心地恭喜你们 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们得了道 道是至宝 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古圣仙前前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 故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 今天你们所得的道极同 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 在古时 人要得到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 假如他是一位皇帝 也必须弃他的江山 假如他是一位大 他必须舍弃他的绝 离开家人 住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途径 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 在他经历了天清万苦之后 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 并已达至圆满之情为 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他制成之下 终于感动上天之心 看天佛来指点 传授大道给他 在如此之情况下 成功者非常欺少 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祢传给下一代祖师 Today we need not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ourselves We may find the means to do so in our own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mus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Because we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ao Why is the Tao so accessible to us at this time?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Now we don't need to go all morning 而我们一末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事?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末劫就要来到。末劫将会毁灭全人类。 劫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 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 科学是高于一切,科学是万能,科学能且一切人类之问题。 而良心,灵性仅是宗教之名词,它永不能实现。 人们不认识真理,真理是我们之良心,造心,真我本体,它不不灭,万不长存。 它是主持老我一身之主人翁。 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它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 我们称它为末劫。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天,地府的鬼魂都要受殖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doubt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for transmitting the doubt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此為我們靈性的至高無上之母親上帝, 是非常地慈悲,一不忍善惡劇本。 因此,將下真道禀派名師繼宮佛佛與悦惠胡薩將士挽救三曹起天之大仙。 世界的眾生。 世界的眾生。 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們師尊師母。 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 真傳真手。 呼渡三曹。 他們的責任是半禮末後一收元大士。 無利文字。 教外別傳。 只知人心。 只知人人。 不有知良心。 靈性是人們見自信而成佛。 當時盡禁所。 太大了。 無惡無故。 無惡無禁之天。 世界的責任由悦、 無惡無為, 全奇之天。 真是神。 自小責任由師。 一通人的責任由我來源於成佛。 當時盡禁所。 此為何責任由 SOL. 是 modern責任由於悦。 葛治宫仁之很。 一通人也拿出版。 臨人的責任由尊師。 一通人的責任由。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D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节灵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义之道。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性语。 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道然后才得到,现在我们是天的后修。 因此得到以后,我们要真正修道。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及,末节比,难超生了死,成圣成佛。 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D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D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Dao because you have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D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雖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道,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缘分。 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天是有行善基德,祖天有德。 也许天是有修或无大宗教或其他宗教。因此使你们今天有缘得道。 否则,将永不能得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Dao? The D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D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D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D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D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D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Dau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D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Dau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 as essence. We are God a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士道各位今天已經得到。 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士道道是天地人萬物之母。 道是宇宙之本人,創造者地及主宰者。 道上帝,道至尊至貴之神。 當天地還未生之前,一切都未有之前,道已先存在的。 當天地毀滅後,道不毀滅,道能再生天地人萬物。 天地人萬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 道非常傲妙,道無情無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可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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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而不思議。 以不可言說,一切皆是道所為。 然而我見不到道的動作。 道是無為而為的。 然一切莫不是道所為。 人們常稱它為自然。 假若無道,任何遺物不能存在。 因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 道上帝,我們之靈性是上帝所四。 我們是上帝之兒女。 上帝是我們之天。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are left b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當我們從祂作為宇宙之本源而言, 稱祂為道。 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 我們稱祂為禮, 當祂在我們體內, 使我們生存病之配肉體時, 我們稱祂為靈性或良心。 因為祂賦予我們本性。 我們稱祂為老。 這些名稱雖異而其異相同。 皆知同一物而言。 現在,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現在你們的的就是道。 道是每一個人的真我。 今天你們以得名師之典, 開了心跳。 現在你認識了肉體並非真正的你。 而靈性才是真正的你。 那位無情無相的。 然而在支配你的身體的靈性, 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 灵性在他体内。 若灵性已离开, 他立刻就死亡。 灵性赋于天, 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 事实上, 我们已有道在身上。 为何还要再寻求他? 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 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 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全是假。 因此, 我们变得自私。 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为了使此色身, 享受如此时, 我们坠入轮回中, 遭受无边痛苦。 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 而我们已不是景片于此肉身。 我们是无限的广大。 我们是宇宙之主宰。 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 因我们是老之分灵。 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你不知, 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真我。 良心。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e the divine mantra see.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3. 3. 1 2. 3. 3. 1. 4. 3. 1. 5. 1. 4. 5. 3. 3. 不有的真我灵性良心,它是不悔不灭的,它永远存在。 二点生死之门户玄观世灵性出入身体之门户。 孔子曰谁能出不有户,和墨游思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十万八千里。 此事闭语,亦成佛事,不亦知事,因为明师难访,大道还未曝传。 然而,明师经已指殿您明露,你一步登天。 四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to lea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lea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The eyes,B the ears,C.The mouth,D the nose,E the navel,F.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Th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C.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D knows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F.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F. 正門玄關是正門。它正好位於當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 當靈性投入身體後,自門關閉了。 假如我們不欲明施指開玄關,靈中時我們的靈性將無正門刻處理身體。 它只能由其他旁門出去,眼耳口必度其頂門。 如果靈性走旁門,亦由耳而出,者。 來生當為胎生之動物,如馬、豬、牛、羊之類。 二。由眼而出,者。 來生當為卵生之動物,如飛鳥之類。 三。由口而出,者。 來生當為師生之動物,如魚、蝦之類。 四。由敵而出,者。 來生當為化生之動物,如蒼蠅、蜜蜂之類。 五。由肚臍而出,者。 來生當為平庸之人。 六。由頂門而出,者。 來生當為富貴之人。 上述之路能生死輪迴之路。 不能脫出生死之苦。 便傳師點開玄關正門。 這是通天之路。 我們不必再走四門。 不必再墜入輪迴受苦。 但是我們必須要真修。 否則,玄關雖開。 我們的靈性仍不能返天。 因我們還是充滿罪惡。 靈性為罪惡所是不能自由從正門而出的。 五。 五。 in the bible matthew 14 11 john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pented but that one who will come after m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the doll is transmitted to you in the temple of god through god as sanction and commandment the holy lamp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a legal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 a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 a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 s prophecy 5 圣经上帝在约翰被他的门徒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掉明你们已悔改 然而在我之后的江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请起义 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 那展佛灯代表上帝老 在点道之仪式中 你们已见到点传师以相助 从佛灯从佛灯引来一条精致向你们的玄关 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 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跳 照破了黑暗 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 六点 Sak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6 世迦牟尼佛云无有正法掩藏词与暗示玄关之意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one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2第2宝口诀 新经或五字真经 你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 还记得吗? 请再说一遍 当性命危险时 你才用此宝 将真经默念口中 手抱和同 你将科被天佛救护 脱离为浅 不过要注意此 扣诀 竟能于性命为极之十方和运用 假若我们真诚修道 当然我们将受天佛之地有 I get the divine mantra which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二心经 寇传心受由声音而达入无声音我知真心 有千经万点而达入真经真无点 心经,心法,真空也,真我本性也 三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三以心传心口传心手 以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 四者老的分灵之心也 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one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o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 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folded the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 a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 a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s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三第三報合同意便合同之意合是合成一體 同是相同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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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左手属善当在外,右手属恶居那边,子亥相掐怀中抱,能脱久大大截关。 四点现在,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我们可了解它是对和同之一种预言。 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需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抱子海绝,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且愿意回反上帝身边。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i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i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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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 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语,他们并非狂轰你的钱财,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诸。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第五章,为什么要立求道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要把他将成心报道,即不泄露天及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D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你已被人救阻,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地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假若他真羞,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九玄西祖。 你的功德何其大雅? NDRODUCDILANDUDAO.HTML 天天大道见解中应对照 HTTP colon slash slash www.taolibrary.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L IntroductionDUDAO 千天大道见解中应对照 千天大道见解以何为千天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应?正义和为千天大道?千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 千天大道,就可发觉宇宇宙间三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千天大道,就可发觉宇宇宙间三罗万象。 千天大道,就可发觉宇宙间三罗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叛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礼。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 故大道无明强明约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可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金万点,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宇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乎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其为上有可止。 为道其大不可量,其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无不包围,无不入,无所不惯,无所不惯,无所不惯。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贯彻了三十三天万,贯彻了天经万典。 贯彻了天法万法,贯彻了天教万教,贯彻了天佛万祖。 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伯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道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惯。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约信里,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诗,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先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映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旺季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但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无论众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智力,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仙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仙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宇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再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身败无益能。 仙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刺激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静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地相貌扭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致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需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教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门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鞋条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是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其肉体皆现现山将硬恐惧不住。 与挣扎之相,求到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此点打开旋观正门佛门,天恒大陆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超佛乐祖超经乐点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不约超生了死体的永生,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是人人人来不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义离苦的乐人生灾事,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召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全至美至足缘满,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亲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极彼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小战,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战造了天灾人或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 因此,上帝红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使,以挽救良善。 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成心使用三宝,亦能灾地结。 逢凶化疾,此事验证甚多,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乡餐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究成空,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吸毒畅往,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意志,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望念,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 百年之后,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永享平安喜乐。 四,承圣承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承圣承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